宗伟 你在现场彩排的时候呢 我们也在那边观摩 然后感觉你的状态都很轻松 所以这次来参加音乐节感受怎么样 其实我这次来参加音乐节还蛮兴奋的 因为我知道Sony Music这个音乐节 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音乐节 然后再看一下阵容 我会觉得就是一个很丰富的音乐盛宴这样子 所以会做了很多准备 我们这边呢是腾讯视频的剧透节目 其实呢剧透跟你有缘分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我是歌手的时候 我们也去探班 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 当时你说了一句话 我说很多网友呢觉得宗伟是情歌小王子 但你说我其实是动感小王子 对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今天的演出现场 你带来的歌曲曲风是不是都会更rocker一点 然后更劲爆一些 其实这一次如果整场听下来 我的这一小时的演出会比较偏中快版 对那当然除了唱主题歌 闪耀会很摇滚之外 我还带了像是Emi Whitehouse的Rehab 这种这种很可以全场一起舞动的歌曲 对所以刚才为什么说可以说吗 就还是秘密还是筹备当中的是吧 秘密 我不知道因为想说防问还是要尊重 尊重一下就是不知道有些内容 我不知道可以说不可以说 对 所以其实呢你刚才特别提到闪耀 那闪耀这首歌它其实是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音乐态度呢 其实我觉得很正向 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向世人 炫出自我啦 然后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人 那其实你也提到无懈可击啊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就包括今天来到现场的 可能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乐迷 更多也有很多 我知道有很多 包括我的朋友乐队的成员 然后有很多歌手都过来看这场演出 那其实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 你觉得怎么样的一种信念 才能够做到对音乐信念的无懈可击 其实如果就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说不要去做任何的比较 然后很真实的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了 就我现在来讲我就觉得说 因为音乐有各样各种各样的面貌嘛 有所谓商业 有所谓非商业 有所谓主流非主流 然后大众小众 但是其实就我来看 这么许许多多的流派 那我们就不用再讲说 还有各式各样的曲风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很真实的 想要表达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情绪就好了 因为通常我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 或者是听别人在唱歌的时候 会觉得说会有一些 你可能觉得好像有一些 包了一个外衣这样子 好像你触碰不到这个歌者的想法这样子 那我希望其实我可以很自在的 很自然而然的流洩出我想要唱的情绪这样子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基础就是 不太希望要做任何的比较 要去兼容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常常会问我自己就是 像我现在有一个好朋友嘛 他也是很有名的民谣歌手钟立峰 然后像我那天也去找他 就是很家常的就是聊天啊 吃饭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音乐是一种生活 是一种体验 对那他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 你要跟谁比较起来 你自己是无懈可疑的 或者是你想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没有那么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遥远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最遥远的 反而是你对你自己的想法 或者内心的态度 其实就是勇敢地宣说自己 然后在音乐的道路上跟自己做比较 对 其实你刚才也提到说 其实今天现场会有很多的这个 真的是甚至有国际大牌过来 那还有跟你合作过的包括李全老师 像这样的人 那其实在这些人当中 有没有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或者是你自己很喜欢的 我都很喜欢 虽然大家觉得我这样讲得很假 但是我确实是因为我 我对音乐来讲就是我会 包含像我的乐手老师 我们昨天在彩排的时候 他们还看那个表演的名单 那我的乐手老师当中有keyboard手 那大家都知道李全老师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擅长弹钢琴的 因为他音乐学院出身的一位 很棒的唱作歌手 那他就特别去搜寻李全 因为他们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乐手 所以可能对李全老师 还不是那么认识 可是他搜寻完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他特别想要听李全的表演 那可能在这些阵容当中 我比较有合作过的也是李全老师 但是我自己 我为什么会说我对每一个乐手 我都很喜欢 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去 很想要去听 然后很想要去 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独到之处 那就像我讲一个最不可能的事情 我很想要得到邓丽君的声音 我常会告诉我自己 就是说我好想得到邓丽君的声音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 我对此次就是参加音乐节的 乐团也好 个人也好 我自己都很喜欢 那这样的话 你会不会自己的演出部分结束以后 还留在现场观看 有可能啊 对 因为包含像我的乐队老师 他们自己也有跟我提到这个部分 对 所以 但是因为我觉得在后台听 那个效果不太是 就是在广场听的那个效果 对 所以可能搞不好会错落在人群当中 对 我们都知道这次的这个亚洲巅峰音乐节 它是音响售备各方面都特别的顶级 那你昨天自己也进行过彩排以后 你感觉怎么样 就很震撼啊 其实因为 我因为自己有参加过几次音乐节 然后 确实像这样子 很顶级的设备是真的蛮少的 因为 说蛮少 搞不好这次也是我 这么多次音乐 音乐季音乐节参加 参加以来可能是最好的一次 这次音乐节它的史无前例特别多 比如说音乐节办在体育场里头 像演唱会 例如说这次我们腾讯视频 连续累积40个小时的直播 而且呢 就相当于说除了八万人在现场看 八万人以外来不了的人 上亿的观众 他可能通过腾讯视频的网站 还有客户端都可以看到 好所以你也跟我们剧透的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吧 啊这样子啊 那如果有看到比方说我破音啦 忘词啦或者唱叉啦 那大家就多包容一下 对 好那我们其实呢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要送给宗伟 好这就是我们腾讯视频的笔记本 真的是笔记本哈用笔写的 随时如果有那个音乐上面的灵感可以记录下来 真的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喜欢写东西 对啊 我自己 所以我电脑不太好 就少打字 因为我喜欢写 对 谢谢哦 好没关系没关系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 宗伟呢能够给我们的腾讯视频的网友 尤其是剧透节目的网友 能够签上名送出这两份幸运的礼物 看看是谁可以得到这两样东西呢 好 你看这个是真实的证明的是宗伟签名的哈 所以今天来不到现场的朋友也不用遗憾了 好 谢谢 大家看一下 哎 好 还有一份 哦 好贴心 好 再次感谢宗伟 来做客我们 青阳无邪可击亚洲巅峰音乐节 腾讯视频剧透的直播间 好感谢宗伟 我们一会儿期待他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 what the world is playing this program of children 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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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